觀眾你講一下說這件事情案件就是怎樣才會發現說它上甲的五倍券 那真甲五倍券的部分主要是材質不同 那嫌犯當天使用的五倍券它的材質相對光滑像一般影音質一樣 那真的五倍券摸起來會有立體感 另外它的變色油墨也會因為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顏色變化 那相關的辨別方式民眾可以上五倍券官網去查詢 那當時候是您嫌犯是怎樣去消費的地方在這樣的一些地方 我嫌犯當天晚上六點左右去該店消費 那消費金額是四百元 那因為店家表示收取五倍券不早離 那於是嫌犯就將面額五百元的衛造五倍券交給店家 那店家當下沒有察覺 是到隔天經典禮滅而時才發現收取到一張衛造五倍券 那因而向我們警方報案 那個嫌犯是不是很狡猾的變裝這部分 那今天警方釣監視器 嫌犯在離開的時候有明顯變裝 那企圖來製造斷點讓警方無法追氣 那你追查之後 嫌犯是做了兩張的一模一樣去好嗎 那警方通知辦嫌犯要說明 那嫌犯是說他當天是在一個運動場所外的地板上檢到 他一共兩張 他面額均為五百元 那所以他在店家消費的消費多少錢 以消費金額來講的話是四百元 但是他是將面額五百元的五倍券直接交給店家 店家有找人嗎 店家沒有找人 那可以加上市場 因為最近就是五倍券的裝置 店家收到的時候應該要做一些步驟來 可以加上市場嗎 店家如果收到五倍券 可以詳加的查看 檢視他的相關的材質 或是一些防偽裝置 那如果發現有異常也可以 撥打1108N電話 那我們警方會檢望協助